Soron 其實設計分為點線面 今次這個單位我們用了線 你又會怎樣去設計這個單位呢? 哦 這樣很簡單 我會用歐綠色的花線設計 我參觀過這麼多DIC的單位 我對花線設計都有很深刻的了解 教主 給我一張圖 我幫你設計一個花線設計的單位 不用這麼心急 花線只是其中一個設計技巧 也不是設計的全部 這次來到這個單位 正正是集了各種線條設計的大好例子 現在我就派你去找出這個單位 不同線條設計的地方 然後再回來和我報告 是的 教主 我一定會一線不漏地將它們找出來 讓我好消息吧 這個單位這麼多線條設計 裡面都蠻複雜的 不如讓我一起幫你怎樣介紹這個單位 又好 這次來到海匯一個實用面積有880呎的單位 單位設計重點是歐綠色的輕車風格 不單使用了各類型的線條在設計中 客廳的一幅粉色系山水畫 和菱形格紋鏡更加是焦點所在 不說這麼多了 讓我馬上去客廳找找有甚麼線條 您好 師生 您好 我知道你的單位用了很多不同類型的線條做設計 好像一天門口 有一個弧形的歐綠色圍身 旁邊有一個C字形的組合 用了很多粒粒的線條 大大豐富了整個單位的設計質感 因為我比較喜歡歐綠色的設計 還有就是銀錫跟那些條紋比較搭配 整體看起來會比較舒適大方 都靠那個設計師精心為我們設計的 就好像這邊的烏形維新牆 它的設計意念就好像帶領他入大門的人進去休息 有一個迎賓的作用 哇 這個單位這麼漂亮 不知道是哪位設計師設計的呢 我們的職責就要做出令客人滿意的設計 因為客人喜歡歐綠色的設計 所有用了白色的條紋加絲和雲石 去令客飯廳營造一個雍容華貴的感覺 為了令客廳塵設更加豐富 除了用粒粒條紋作為設計家具的元素之外 還利用了射燈照著雲石牆身 亦都可以令到質感更加鮮明 哦 原來這個單位就是with你設計的 不過為何你今天上來的 哦 是教主叫我上來的 和你一起找這個單位線條設計的元素 哦 找線條設計元素嘛 怎會難得我呢 除了鞋櫃和電視櫃等等的粒特條紋 天花上面亦都用直線交錯而成的零形圖案 再用歐綠風格標誌性的花線為主 藝術感滿分 再加上走廊和廚房這邊的 金銀薄玻璃條紙維新 增加了奢華氣派感覺 整個客廳的線條就出來了 嗯 教主叫我來是沒錯的 你看看那邊的鏡場 它的零形線條設計 亦都可以加重回客廳廳的空間感 另外 鏡場還用了車邊的設計 那就可以和天花細明的線條 做回一個配合客 我看到整個單位都是用線條來做設計 主調的 但是法國梳化後面有幅山水畫 是不是有特別的要求來的 我是比較喜歡歐式的 我太太會比較喜歡中式的 有了這幅山水畫 會比較符合我太太的那個味道 這樣看起來會比較洗洗如生的感覺 是的 我見師先生 你在客飯廳的設計都花了很多心思 那你對客飯廳的設計 和傢俬的要求有沒有什麼特別的 我本來對設計師有個小小的要求 就是把這個飯廳和客廳 設計得比較輕一點 就是比較看起來有協調 也不會太複雜 這樣我就會非常滿意了 當我看平面圖的時候 見到客飯廳位置 其實本身不是說真的很闊落 但是當我進來的時候 感覺就 咦 出幅地 好像闊了那麼多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見到原來它的長身設計 用了一些鏡面去做一個概念 然後見到牆和地下 很統一地用了一些雲石的設計 出乎意料地 整個空間感大了很多 而且我見到梳化後面的山水畫 我們上次做了一個單位的visit 就是去山水營 那裡都有一個山水畫 但跟這次的感覺是很不同 這裡整幅牆都是山水畫 但是又連著一個雲石的地下 感覺好像中西合璧 但你要回顧問我最喜歡的一個設計部分 就是走廊位和廚房位 就是那個金銀薄的調子玻璃維新 因為其實在外面 很難見到有這麼特別的一個設計 還有走近看的details位 它的金銀薄是閃閃生輝很漂亮 在外面真的很難見到 嘩 一進來住一間房 真的覺得自己高人一等 這裡有這麼大範圍去處物 難怪客飯廳可以騰出這麼大的活動空間 我都很喜歡帶一些朋友過來開派對 還是聚會 客廳空間肯定要大的 多一些朋友過來走動 我就要求設計師把那個儲物集中在酒店房 原來這個地台設計那時候花了不少功夫 讓我找找不同地方用了什麼不同的線條 我一定可以完成這個任務 原用花客飯廳以歐陸為主的設計 白色到頂衣櫃和天花都做了花線的設計 將客飯廳的設計伸延入來之餘 衣櫃的金色把手也都為主人房增添了貴氣 另外不得不提的就是設計師將套廁的門口 用暗門的設計做到好像衣櫃的一部分 如果不是我剛才地毯式搜索都真的發現不到 既然整個單位都是用條紙來做主調 當然是不少床頭的位置 床頭版這裡用了簡單的設計 將整個感覺集中在紫色菱形立體場 我發現師先生也很喜歡幾何和零形圖案 無論客飯廳、主人房和天花都有用到這些圖案 究竟這些圖案對師先生是否有特別的意思呢 如果沒有圖形感覺會比較單調 現在加上那些零星出來 感覺會更加地突出美貌 這是我想要的那個感覺 哈哈,Saron,到最後 你要找到主人房裡面的線條 裡面的設計含意 唉,教主,你放心吧 經過我仔細的搜查之後 整個主人房的線條設計 都不會逃得出我的髮眼 來到最後一個挑戰 讓我幫你介紹另一間囝囝房 他們雖然風格不同 但他們都是用線條做主調的 好,Let's go OK 為了配合大仔 希望可以有成熟和型格的效果 所以我們在顏色上面 就用了白色、黑色和灰色 希望可以加重型格的效果 除了利用突出的黑色花線 帶出型格的味道 床頭用了整面的軟墊 同時用不同大小的長方拼砌 高度一直延伸到天花板 這個設計利用每個長方形之間的紋路 呼應線條設計之餘 又有增強現代感的效果 高身衣櫃用了黑玻璃配這個黑關的設計 突顯型格的味道 同時不用打開門 又可以看到裏面的衣服 兼顧實用性 小仔房這邊有一種活力繽紛的感覺 利用多種顏色 再加闊度不一的四邊營造設計 帶出小朋友活潑可愛的一面 而這邊有一張小書桌 無論看書還是做功課 都有一個小小的私人空間 這個到頂櫃以不規則的拼圖方式 成為了整間房最搶眼的地方 除了可以放衣服 書桌旁邊的層板 就可以放文具和擺設了 床頭同樣用了四邊形圖案 不過就以同一個方向排列 小朋友休息的時候就可以更加放鬆了 床頭上面的放光效果 在睡房關燈之後散發出來的柔和燈光 不知道陪伴了小朋友 有創造了多少個落分前的幻想世界呢 不錯啊 Seron 除了之前最早的零形斜邊鏡你看不到之外 在其他線條運用 你在這麼短時間 就知道它的應用設計方法 我相信接下來 你可以做到一線不漏 當然啦 教主 不斷學習這個精神 是你教我的 我做了這麼久升級主持 有見過無數設計單位 當然不會失禮BIC 你們公司的設計非常的好 怎麼會失禮呢 都是按照我個人的那個思路想法 還有設計機為我們設計不同的那個元素 讓那個隱形 還有那個整物的搭配 不會那個冷冰冰的 對 又到了我們可以認聰明的時候 不過 最重要呢 都可以為了師生打造個美滿的家居 當然滿意 我太太說 下次有機會買 黃季也會找設計情報中心 嗯 到時候 我就再用升級特派員的身份 再看看師生你的新單位 食材對一個大廚來說是非常之重要的 等於我們做設計裝修 選擇物料也是非常之重要的環節 好像今次的單位 我們用了很特色的雲石 一些車邊的鏡子 金屬邊 以及一些瓷片 我們用了大的背景牆 以及一些特色的玻璃 但是呢 如果用得太冷的材料的時間 我們必須加一些木的元素 暖的感覺 才可以做到設計技巧裏面的平衡 想知道我們的工程限額滿了沒有? 那就要看看設計情報中心的 DIC開單及工程統計圖表 設計情報中心 擁有自家設計師和裝修團隊 並不是平台式經營 無故以準時和高質素的服務 令客人對我們有更大的信心 設計情報中心為客戶著緊每一個步驟 確保工程質量 每一個部門進行的每一個步驟 都必須遵從我們的公司管理文化 以及嚴格按照國際標準ISO的指引 由於設計需時 為了確保工程的質素不受影響 所以設計情報中心不會攬接工程 因此設有接單量的上限 每一位來到門市和設計師會面的客人 都可以由DIC開單及工程統計圖表當中 看到工程的統計圖表和分佈地圖 客戶可以了解到設計情報中心 現在有多少單在負責的工程 所有資料都是實時更新 顯示現有工程和上限的比例 只要一達到工程上限 設計情報中心就不會再接受新的工程 確保我們的團隊能夠以最高的水準 去做好每一單工作 正正是因為我們有這麼高水準的管理 以及堅拒攬接工程的服務精神 所以我們才可以成為眾多客戶喜愛的室內設計 以及裝修一條農服務公司 如果想了解更多 歡迎瀏覽DIC的網站 網站上面除了有近千個真實客戶滿意個案 以及近二千個有價目的參考個案 不斷持續更新之外 還有大量真實設計和3D效果圖 而每個個案在網頁底部都有單位價目參考 DIC的每項工程步驟到別墅嚴格衝程 三大國際ISO指引 當中包括質量管理體系 環境管理體系 以及職業健康及安全管理體系 設計情報中心是註冊小型工程成建商 進至工程有限公司 持牌進行相關的裝修和小型工程 而且DIC還推出了自家會員計劃Dpoints 提供一個全新優惠平台給客人使用 只要登記成為會員 無論日後是自己裝修 還是推薦親友選用DIC 都可以輕鬆賺取Dpoints積分 凡是DIC的舊客戶成功推薦親友開單 並且在發票上著名推薦人的姓名 和Dpoints會員號碼 在裝修完成後 推薦人最高更可獲得雙倍Dpoints積分 只要成功登記成為Dpoints會員 只要成功登記成為Dpoints會員 而且推薦親友開單 並且在發票上著名推薦人的姓名 和Dpoints會員編號 在裝修完成後 推薦人都可以獲得Dpoints積分 客人可以透過Dpoints內積分 叛領各式各樣的禮品和服務 現在就立即成為我們Dpoints會員 一起贊取無限獎賞 CADES CADES 谢谢大家